今天回顾可达鸭的尴尬瞬间 小智与宝可梦们到了一个海边 他们遇见了一只野生的铁壁枪枷 此时小霞出现阻止了小智收服铁壁枪枷 就在小智与小霞久违的城坟 P神见到小霞后马上冲向前 可达鸭一脸自信张开双手要与皮卡丘久违的拥抱 结果皮卡丘直接就跳向了小霞 只留下可达鸭呆呆地站在原地 可达鸭感到非常失落 一旁的宝母虫默默地摸了摸可达鸭的头 之后其他宝可梦们都一起去玩了 只留下了可达鸭 这场景来源于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第二集 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忙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